今天在家要包包子 一是吃饭要换换口味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俩孩子住在我们家 他们的这个假期想尽量给他们安排的丰富一些 所以呢给他们安排了一些手工活动 教他们包包子也是活动内容之一 把酵母粉和糖放在温水里花开以后开始和面 把面粉揉成团以后用保鲜膜盖起来 放在一边让它慢慢发酵 三个小时之后面团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揉面 把发酵的面团里面的空气都把它拍光 然后就可以包包子了 我自己先包好一部分 然后再教那两个学生 小时候包子就是我最喜欢的面食之一 包子作为传统美食 有着悠久的历史 汉朝时候中国人发明了石墨 从此中国人把麦子磨成面粉 各种面食就出现了 当时所有面粉做成的食物都叫做饼 据说一直到了三国时期 诸葛亮才发明了现在的包子 不过那个时候叫馒头 宋朝有书记载 说诸葛亮带兵在南方作战 七情梦获之后 收复南蛮 班师回朝 经过卢河时遇到大风浪 当地人说 这是河神作乱 要以人头 丢入水里面祭祀才可以平息 于是诸葛亮的部下就要杀掉一些南蛮的俘虏来祭祀 诸葛亮不愿意杀生 就用羊肉和猪肉做成肉馅 外面包着面皮 做成人的头的样子 就丢到河里面用以祭神 果真河里面立马风平浪静 大军才可以安全渡河 于是诸葛亮做的这个东西就叫做馒头 意思就是南蛮人的头 后来馒头作为食物 慢慢地就被叫做了馒头 那时的馒头 饭子所有的农蒸的面食 包括有馅的没有馅的都叫做馒头 区分的时候 或者馒头前面只要加上馅料的名称就可以了 随乎专里面 武松问孙儿娘 做的是不是人肉馅的馒头一样 其实孙儿娘当时开的就是人肉包子铺 可见当时的包子还叫做馒头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方 就把没有馅料的专门叫做馒头 把有馅料的就该叫做包子了 包子馒头是分不清的 好 1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我这边的包子已经包好了 现在开始教这几个小年轻人 先做的是那个奶黄包 奶黄包包起比较容易点 像个大汤圆一样 这是烧麦吧 先烧麦了 这好像真的是烧麦 这好像总是要拉开 自己吃着完要什么样子都稍微差点不要紧 但是你包的时候尽量把它包好 就是我们自己吃都 包紧一点,别漏就行了 你那样子捏的 那怎么,应该怎么捏 等会给你包 包子全部做完 包子全部做完 现在开始上笼蒸了 然后我就说我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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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你啥的 吃包子喝茶 听金句 很有中国味啊 我们家的小狗 正喷着我用肉包子炸它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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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